搞了分钟,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高雄吉祥物 今天入围的不是韩国鱼,而是高雄的韩国鱼群 要在一个公家单位站缺的第一步,就是先拍好主子的马屁 这位跟自己尴尬跳舞的高雄熊,是高雄市观光局的吉祥物 台湾最具代表性的野生动物 这个体气爱点半斤 这个带着两位舞者的柴柴叫做来服 他不是日本派来的观光大使,他是高雄市新闻局的吉祥物 没错这就是高雄的创意,知名日本犬,柴犬是高雄吉祥物之一 到底为什么会选柴犬当吉祥物呢 经过团队抽丝锅检验证后,发现了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很可能整个市府团队督众了 第二种可能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韩市长刚好养了柴犬 又刚好说过高雄发大财 为什么要财犬是高雄发大财的意思 财府,那英文是用L O V E love 再來有财山 所以我们希望财犬是希望,还有一个意义就是高雄发大财 原来是柴山的部分啊,纳售山的吉祥物会不会是一颗瘦桃呢 但说到拍马屁当然不是国民党的专利 各位观众,让我们掌声来欢迎 原来这一直是高雄的优良传统,来府只是传承下去而已 那么基于这个过去,曾经在高雄的新闻局的吉祥物是花妈嘛 那么我们做了一些新的调整 所以我们用来福的概念是因为高雄有柴山,要发财 然后又有柴犬来做代言 哈哈哈哈 只要两秒钟,花鼠移到右下角 度前订阅353500 再不订阅你廉价会错过很多美好的东西 黄国昌 南方澳大桥事件已经过了一周 基隆港务局董佐吴宗蓉辞职下课了 而交通部还在上体育课题批球 只剩下穷追猛打,国昌老师还在上课 先是发现宜兰县107年的计划报告是目视检测 接着看见检测人员跟报告类的照片张官李戴 检测员张彩成张彩成,开始结束都叫张彩成 这个照片是张彩成的照片吗? 这个照片不是张彩成的照片 张彩成她是一个女性,她长这个样子 然后呢,她上传的照片 根本完全不是张彩成,是另外一个人啊 当我还在思考检测人员是经通义荣述的可能性时 没想到交通部同学又抛出了新问题了 在财政委员会利用咨询交通部次长的时间 那次长当场承诺我说下班以前资料会送到我办公室 结果交通部运研所的所长就追上来 她告诉我说我要的强梁资讯管理系统 那些后台的资料因为涉及到著作全法的保护 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提供 厉害了我的交通部,可以,这个理由有创意 真的是好透明好公开好让人放心的啊 我左手又想了一个可能,检测报告需要著作全保护 大概是因为报告也算是公务员创作的一部分吧 怎么会把这么单纯的有关于后台的资讯 当作著作全法保护的标的 我还是诚恳的希望 交通部针对这件事情 除了在委员会答应我要彻查到底之外 承诺我该提供的资料就请提供 不要再用一些 事实而非莫名其妙的理由来庞散 好了啦,国昌老师 我看你是台湾价值除之不够 导致检测报告无法解码观看 政府干脆说检测报告是世界文化遗产 断桥是艺术品算了 一个字啦,瞎 检测报告版权党箭排在 不如把报告出版拿出来卖 反税进得来,政府发大财 以后人民遇到桥都绕路自求多福 身上挂一包护身福保平安吧 叫一叫自己的灵魂吧 HTC 自从苹果价值在全球无限扩张 心机一出果粉就抢着为自己的信仰充值 而那个智慧型手机刚起步 安卓一支一支旗舰机在初的时代 早就跟你的体重一样回不来了 但面对困难要懂得克服 HTC为了让公司转型 一手创立公司的王雪红决定不再兼任执行长 而是让全球最大的电系业者之一的 ORANGE副总裁接任 没想到橘子才一上任 就误出手机市场的真理 所以在八年之前 我认为H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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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00%的国家电话销售 什么事出现? 为什么数据了这么多年来的数据 为什么数据了这么多年来的数据 HTC 我认为HTC 已经停止了在软件上的软件 软件上的软件上的软件上 人们像Apple 像Samsung 最最近的软件上的软件上的软件上 他们有做了一个很厉害的工作 在软件上的软件上 所以我们没有 我们不过 因为我们已经专注了 在软件上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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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上 想要赢不需要挣扎 你只是需要另辟航道 手机没人买没人要 无痛抽离就是最好的选择 直接不跟苹果斗了 反正早就斗不赢 但结之后是让公司成功转型 还是在抢下5G跟VR的龙头之前就整组坏光光 这就是HTC之后的功课了 本来这个得失就要自己负责 爪哇蓝胶 你听过蓝区绿枝吃香蕉 但你可能没看过这世界上 真的有人在吃蓝胶 咳咳 祖克伯跟水管爸爸不要被抹 这种植物名叫爪哇蓝胶 源自东南亚后来传到澳洲北部 蓝胶成熟前的皮是蓝色的 成熟后渐渐变成淡黄色 接下来看看网友的蓝胶开箱文 虽然蓝胶卖相不是很好 但这位网友像在吃哈根大死一样津津有味 可不是在演戏 媒体报道表示爪哇蓝胶 口感跟口味像香草冰淇淋 外形比一般香蕉冻肥短 且能在涉事零下七度生长 但能不能连皮吃目前还没有人试过 我不懂 也许韩总可以全面引进高雄摩铁 蓝胶带动爱情产业炼发大财 不管你长得帅不帅 都别随便请别人吃爪哇蓝胶 小心吃到进警局得不偿失 快去追踪订阅老天鹅娱乐 随时掌握我们的最新动态